平台高中的同學們 換上帥勁十足的褲裝 在舞台上熱舞 展現年輕與活力 台中市慶祝台中通軟體 下載超過兩百一十萬次 宣布將送出多重毫禮 市長盧秀彥也興高采烈的 感謝所有市民朋友的支持 恭喜大家台中通 以及購物節的APP 那下載的人數已經破兩百萬 到今天已經到了兩百一十一萬 這是一個政府服務的資訊軟體 一般來講政府服務資訊軟體 要有這麼多的人下載 實在是很不容易 要來回饋所有的會員 那包括要送出五組華航 來回日本雙人雙人的機票 我們台中市各旅館業者 要送出兩百萬的住宿 市長和市議員數位治理局的官員 一起拿起香檳 道建慶祝下載兩百萬的冰塊禮 各家旅宿飯店航空業者也一起加入 未來將擴大資源整合 加碼支持台中購物節 因為它直覺好用方便又好康 不但成為最受歡迎 而且還繼續在增加的政府資訊APP 同時也是全台灣旅遊類APP第一名 那這樣子的話對我們促進台中市的經濟 以及我們提供給外縣市外國人 他要進入台中來消費旅遊 一個很方便的平台 台中市整合線上各項服務 從線上申辦查詢各種社會福利 還有美人專屬的數位市民卡 享有特約商店的各種優惠 記者陳思源 台中報警